局揍 巩谨宁 各级宁青 打破了自己的零号实验场 再次刷新记录 还有一个多少时法 这样了看我们的电影之王 24. tweores小玉 1分27秒零食 每一次完成就玩了 双方都准着 小玉öö过 珍富 金鸿会有一点优势 机器方面 是 但是追光也是有一个自动机器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赛前battle环节 那已经到我们赛点了 你们也不行 行不行待会不就知道了 这冠军我们要定了 小乃玉乃兄乃兄的 我还真有点怕 现在打针车爽不爽 我觉得挺爽的 那就看你能不能爽到最后吧 我觉得你们的心态已经疯掉了吧 后面的比赛你们别想了 虽然现在形态很重要 但打你们还影响不到我的心态 明星嘛台上大宝贝 台下大魔王 这次你快回去当你的大宝贝吧 大魔王已经回归了 亲神 Oligate 这一首Oligate是从K24传出来 传一戏至今的 没错 这个已经洗脑了 真的洗脑了 这个24哥哥也是给我们联赛 带来了非常多的 但不管怎么说 标志的语言 对 上次他还发了一个倒立洗头的视频 我当时都看呆了 24哥哥人生赢家 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 欢迎成假日 没错 两名选手的一个表现 没错 秦鸿对追光 来看一下起步情况 明星这里是段 小票没有出来啊 这里是CW单喷 这个机器操作有点失误了 刷插弹射 来了 还是很快的一个提速效果 拉紧了小义的距离 目前简单且续 刷弹射还是用的非常极限 我们知道弹射 哎呀还算成路线 太极限了 是的 这个弹射说实话做得很好 但是好像是有单喷吧 没错 但是其实从具体上来看 小玉并没有被拉近 这里小小CW 感觉这一个画面和2V当中 似曾相识 再来双刷弹射 来了 这个其实已经是偏向于 优甩的弹射了 现在已经过去了 35秒的一个时间 这里要点刹车 没错 要压车一下 这里是一个细节点 弹射就拖飘了 这个快速出弹 没有减出来 没错 还是要先卡一点气 并没有卡 这里直接刷弹射 来挤满一管弹射 非常的极限 第二次的比赛 小玉仍然是在立跑位 而且优势有点逐渐扩大的意思 这里双刷弹射 有点脱飘 是的 但是还是出来了 对 但是这样一个距离 来说小玉的游跑距离 还是比较稳妥的 可以看出 只是用简单的刷弹射 这里直接断弹 并没有采用双刷 开始求稳了 但是这个距离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安全距离 小玉 刚刚不选择卡其 在等赛车的特性 这也还是要弹起来 因为这两个弹射 其实相对来说 难易程度比较简单 对 并没有什么风险 因为越刁钻的弹道 越好弹 对 是这样的 但现在是 最后的一个直角 那过来后 还有个劲道口 小玉仍然是最后一个劲道的 成绩一分 十 二十 七秒六五 这几次打破的记录 拿回来 二维你破我 疯了我拿回来 天呐 因为其实第一场比赛 二维二 他本来也能刷新纪录 但因为一个事物 让你已经反调过来 而且当时二维的话 刷的有可能是 不错的 一个多少十吧 现在看到我们的电影之王 二维小玉 一分二十七秒零五 没错 电影之王 这个不愧是跳过野狼disco的男人 这个残属也有发言权 小玉的这个节奏蓝应该还不错 是啊 可能听着电影就感觉 进入到了自己的世界 下一场宁青的选择 是一股直接拿出来 惊耀之星 对 不可能上双城 对 双城肯定得留 因为还有北海渔场 对 而且刚才是宁青在西湖上 价值惊耀之星里 拿到了一个充限位 这两名选手还是有一定的信心 都是跑到了 十九分之内 没错 十九秒之内 一分十九秒嘛 然后但是十九秒当中的话 是小玉会更加快一点点 会快半秒左右的一个成绩 对快一点点 对 你说十九分 我竟然觉得毫无违和感 来看一下起步情况 这辆车性能是完全相同的 但这个小嫖起步能够做出来 小玉很快 对 明星这里还记得不守身单喷 对 这个是为了集气嘛 但这一个集气确实感觉 也是被拉开了一点距离啊 对 这甩尾以后还是小玉 但被明星拉近了距离 没错 一个甩尾就快得出弯 非常的细节 这边明星路线可以看到小玉 路线所以做的会更加贴一点 落地喷延放 WCW的喷 来了 不见追上来了 这里还是一个细节的 WCWW以后 开始做细节了 前面小玉不好稳的 确实 因为在有落后不长的一个情况 还要防止对方上来对抗 是的 这边小玉要选择卡器 直接开大旗走 你去选择立个整成跑法 两个人跑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距离还是这么大 选择不一样的跑法 但你跑位不会变 对 这里 也其实好远 明星出了 有减速出现 而且后面好像还拖飘了一下 对 明星应该是磕墙以后 出现了一丝的慌乱 紧接着调整 出现贴言的失误 那这个距离 说实话小玉拿到这一分 有点稳的 对 但是这张图还是有很多的失误点 还是要看一下后面做个选择 这个局完全可以后面球稳了 最后那个跳板跳怎么样 小玉先过 球稳的话 这里就点的大一点 这样的话就可以 看下转尾点 来看一下小玉的完成情况 小玉一分二十秒 来到自己的第二分 一分二十秒 二比丁 这边是连续拿下了一样 分队大分二比丁 小玉二比丁 宁清压力大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一比一格中赛的赛制 在五 所以说其实在比赛当中 可以说是小玉在全程跑途当中 不会变回首饰 对 而宁清的话会三指和双指是来回转换 转换的过程当中 虽然说已经练习了很多遍了 但是在数据度上 还是不如不转换容易 没错 他肯定还是会有 听来说用火神 看到对面海神就很难受 对 现在是一个关键局了 所以说需要粉丝们喊出你们的声音 二级粉丝为小玉加油 二级 QG的粉丝 你们 愿意看到宁清落后吗 来看一下这一局的情况 赶起步 对抗一下 还是海神火神的 没错 但这一把来说宁清起步更快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边可以延续过来 但是宁清 但期时间更长 只能打前期 对 但这个后期小玉 也是一名极限选手 要追上来 说实话很轻松 小飘CW 然后缺边很极限的一个跑法 对 没错 但是感觉30秒 A特别小玉 才是采用一个不同的跑法 是 点票会更稳 还是卡了一点 没错 30秒过后 现在火神的技能 已经荡然无存 只能看 利用自身的一个位置优势 来卡住小玉 难过来就当前去 拉近了 这个出弯速度 其实双方是差不太多的 就是车速的一个差距 没错 已经撞了一下 出弯太早了 小玉的路线 能把扣住 还是稳了一下 但被顶了一下宁清 对 如果说在后期的话 其实小玉的赛车还有优势 是 这里双方延续 宁清又是拿回到了领跑位 三季节奏不太一样 现在的话 还是得卡一波期啊小玉 没错 现在这一个位置优势来说 宁清还是能够稳住的 但是就看 小玉会不会采取一个进攻 这里有冲撞点吗 这个进攻口小玉输入很快 可以卡位 出弯 小玉的第一 快扯住了 宁清 还是宁清稳住了 恭喜宁清 扳回一分 真的是大心脏 但是啊 那个点 在落入那个木桥 宁清的失误是什么 宁清失误是大心脏 就突然太早了 就顺利冲剑 这一把 胜利来之不易 是 其实当时最后 那个进到口也不好 做太多对抗 八两台迅捷流星 越是这样简单的赛道 越能够拿到胜利 而且越磨人呢 对 你说你做极限吧 太容易失误 不做极限 只能目送 还怎么办 而且这张图 其实 尤其是训绩游行 来跑的话 已经是滚瓜烂熟了 是 是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起步 还是小玉更快 三指还是很快的 一个小弹 但是这个弯道 集气的话 宁清出弯更快一点 没错 平方弹气 宁清什么问题 刚才弹气没有集满 卡锡速度损失太大 那这样小玉 就会有一个 零跑位的优势 而我说的兄弟柔情 拿城市网吧 这样去跑的话 失误概率非常小 没错 而且单区还是很稳定 第二阵 最后那个点 是个进攻点 这里 出完也慢了 没错 这样的话 双方是各给机会 就看谁能把细节 拉完到最后 这段战区人 睡小玉 过得非常的极限 没错 可以说 现在双方是并驾齐驱 现在宁清 只落后一点车身位 WCW 这边 过来有很贴定 宁清 没错 这个车速又被拉近了 应该是小喷 和淡气的节奏 放的不一样 现在都有 这一个点可以 直接一个后练 对 这里路线 但是宁清 还是被小玉卡到了一下 这里贴得非常死 没错 在前面 就是有一定的卡位优势 这样的图 并不像木高窟 是 木高窟可以选择 卡住地方的小喷 但这个图不可以 实际上卡戏 现在这个距离很近 你看小玉怎么 拖了一下 给他机机会 快走 点得不够快 没错 这里淡气延续 可以达成 但是 碰到了 机会不多了呀 看这个对抗 撞不到 好像撞不到 这个几点 完全撞不到 最后一个进到 小玉顺利通过 3比1 距离赛点 最后一局只差一分 3比1呀 只差一分 就可以拿到 自己全局的赛点 是的 我的天哪 现在所有的压力 给到宁清 下局选 就非常关键 没了 你现在 现在的话 零号实验场 没错 起步车是 阿斯基占领优势 3比1呀 对 他不可能留车 因为对面选择珠光者 他已经用过的赛车 他留车没有用 但是同时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有这个地狱天启在 所以说亚洲人要 这个可遇性便用 对 就比较丰富了 更加的松动一下 可遇空间 来看一下起步情况 宁清驾驾追光者 是有一定的自动机器 所以说小玉第一个弯道 只能采用刷弹射 但是起步的速度 这边看着宁清 直线上墙啊 左侧有一个小小的假弯 这一次是被小玉挤开了 没错 这样的话 宁清感觉怎么跑 怎么不顺 看这个跳弹情况 不得走比较极限 没问题 这次两圈赛道 要这样的话 后追小玉 如果说有一点小失误 也是能后追上来 没错 这里有一个自动机器的技能 看一下这里 弹气延续的一个完成情况 小玉还是要卡满一个弹气 就看小玉 她自己的一个极限性了 没错 三个弹气的跑法 保证了自己的一个容测队 就这两个弯道 来看小玉做的不是特别的贴 得拉近距离了 现在得弹气速度 手里面两个弹气的跑法 下一个弯道 就不必采用一个极限延续 是 这里放完小喷以后 就可以接一个CWW 这样的话 速度会更快 拖弯更快 宁清反超过来 但是距离并没有被拉开 没错 这里还是要双杀 因为双杀出弹射的概率更高 但是第二弹没有弹出来 但她集气也是集满了 是 没错 现在宁清来到了一个 零跑位驾驶者追光者 这样的话 亚洲人要来后追 还是有一些麻烦 这边接了一个侧身 角度不是特别好 消灵了一下 是 不过这一个调整 没卡满 这些WCW 弹气延续过来 少一管气 说实话会不好跑 但是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没错 因为最后一个可以用一个 WCWW 一个极限单气延续的跑法 但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确实被宁清拉开了 所以说这一个距离 只要宁清不发生个人失误 小玉还是很难反超了 是 对 最后这个跳板的难点 球本可以了 这边是球本了 没错 因为宁清还是两个弹气的跑法 所以说跑起来 更加得心应手 恭喜宁清扳回一分 3比2的比赛 还打破了 记录吗 我没有太注意到这个秒数 那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打破了 我们都在看当时宁清的一个位置 确实领先比较大的 因为前期处于一个落后 因为前期处于一个落后 球进宁清 球进宁清 打破了自己的零号实验场 再次刷新记录 没错 继2比2以后 一轮一 solo 再次打破一次记录 这也是连续两次 破到自己的一个零号实验场 保持了20天 没错 但是从宁清的表情上 看不出来丝毫的青铜与开心 还是 7秒33 使用车上是S追光者 可以再进一步 现在还是少分落后一个小分 对 看一下小玉的选择 桃园剑格 用什么 金鸿对到天鹏 桃园剑格用金鸿 对啊 这个在2比2当中就使用到金鸿 其实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那把天鹏拿出来也还好 因为有地狱天气 对吧 对啊 这样的话转向车也不是那么吃紧 而且讲真 其实天气还能用 木高扣杖绝对可以用 容错率反而会更高 因为地狱天气速度有点快 是 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起步 看一下起步情况 每次都是最快的 是 而且小玉第一个弯 集气上会有一定的优势 而行轻的话就要多点几次刹车 对 这边接单前去 对多点几次刹车 但是还是很难 可到了 小玉在前面好像 没错 小玉 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起步优势 确实 尽量在前期拉开一个比较大的距离 才能给予到宁星一定的压力 因为宁星下有着天鹏 气势容错率还是非常高的 是的 现在看宁星的路线 已经掌握得非常好了 看见难点 两天会速度弯 看这个路线已经很贴了 被拉近点距离了感觉 对 这边采用一个撞墙的跑法 好养人跑法 是一样的 是的 再接WCW喷 没错 但是这里的话 就也交一个单气延续 看能不能接上 可以接上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已经来到第二圈的话 金虹的特性 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 但是其实从赛车的基础性能来看 我觉得金虹也不是很差 也不是很差 不差特别多 比较相近 才出的车嘛 对 这个唯一 过得很贴贴啊 宁星 是 但是也有调整 所以说并不是很快 来看一下这里细节拉近 就是说天鹏的优势 在于荣错缀 对 它转向好 还有转向的路线 对 草松出 这单单延续 还是做得很没错 小玉也很接 这里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而且这样一个距离 是可以达成一个撞击的 哎呀 这个撞击不好 你再撞一下 很难受 小玉在最后 可以顺利地出现啊 最后是有点 因为他带你把比较威胁 可以顺利出现 4比2 赛点局来了 RSG 来到了赛点局 4比2 这一个 他们等了太长时间 现在离胜利只差一步之遥 冒险 两个人成绩特别相近 只差顶点顶6秒 没错 而且我说过无数次 在赛点局跑11成 太煎熬了 就跟你说 这有可能一圈看下来 我们就能够知道谁是冠军了 太煎熬了 心态的博弈 来看一下 近在11成 小玉的小飘起步能快吗 还是快 这一圈太多了 这一下小玉直接站进领跑位 而且一个车身位 还蹭了一下 这边就很难 这边就很难 很难做对抗了 小玉直接来到领跑位 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 现在得做极限了 年轻人 哎呀 迎车又搓飘了 这边小玉暂时在领跑位 这只是第一圈 宁晴仍然是有机会的 这个是顶先了半个长直线 断蛋 CW再接一次断蛋 CW 先不着急 现在有一些屏住呼吸 关键是两个人赛车 使用的是一样的 没错 都是新舞者 后追只能够通过路线 极限一些 但是是拉近了一些距离 目前上轻 小玉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小玉现在不可能做极限 对 他成稳了 他不可能做极限 他每个弯道过得都很飞 你看这里出弯 但是他过弯快 他现在就坚守两点啊 就是说路线不那么极限 但是过弯快 同时在阻宁自己的失误 没错 可以看出第一圈 只是一个一分的成绩 59 接近一分的成绩 对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快 没错 宁晴有拉近距离 但是这个距离 如果想要实现反超的话 肯定要做非常极限的操作 是 这里出弯 还是没有问题 点了一下刹车 很接边啊 太紧箭了 紫离又有被拉近 但是还是不够做到对抗呀 这一个弯腰都用暴地吗 没有用暴地 这里肖带要贴 肖带还要贴 出弯 有机会 小玉就进到口来给对抗点 有没有机会 小玉出弯 这难了 你贴了 这里上下了 这样的话 没有太多机会了 这把十一车走得有点远啊 来看一下小玉的操作 这里小玉 是需要求稳 不用过极限 最后的连续弯道 是新城最美的距离 最后的三连进道 会成为RSG回家的路吗 他们来了 连续三连进道头 最后一个进道 他们来了 他们从未如此坚进 让我们攻击 RSG 希望战胜 夺冠了 他们是RSG RSG夺冠了 是的 等着太久了 我相信所有的粉丝 他们都在期待 期待地喊出 RSG是冠军的那一刻 RSG就是冠军 五星人天不复 我心长胆 三天越甲可断我 三比一的成绩 今晚的程度上演了 恶狼传说 最后再让我们喊一声 让我们高兴 RSG 获得2019年 军队分析首元 军队赛 休地赛 总冠军 总冠军 请 不当之师 事不可当 RSG碰见属于 他们的总军减 在这一刻 RSG的粉丝 再次喊出你们的声音 R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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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G RFG